阿野之战 我方 八支部队 一万五千八百人 敌方六支部队 一万五千五百人 大家好 今天继续来做信长之野望 新生足球小将第二期 上来先说一下这个背景音乐的事情 因为上期有不少人问 为什么是创造和大致的音乐 这个是因为这个视频是剪辑的 那原来这个背景音乐肯定不连贯嘛 所以说就是要重新配一下 但是暂时还没有找到新生的音乐资源 所以就先用的前两代 那回头找着了咱们再换 然后咱们接着说游戏啊 上期我们是反攻三合 拿下了松平元康的钢旗和长小城 那现在他们家就剩一个安详了 然后我们其他部队军粮吃完了 就先回去了 最后还有一个国人众 就是这个奥平真胜 奥平真胜是从长小城这里啊 就是这个坐手军出来的 所以说离得比较近 冰粮还能再吃一会儿 干脆你就先别回去了 我们来接着围攻安详城嘛 安详城现在只有一百多个士兵了 城方只有三千 我们能围一点试一点啊 然后来说一下这个领地建设的问题 上期主要是打仗嘛 这一期就来说一下内政 可以看到我们新攻下来的这个城 这个长小城头顶上有一个感叹号 需要任命一个城主 之前刚骑城 我们是让奶奶说贵妮过来了 然后又找了一个新野亲具来当副将 那长小城我们也需要任命一个 那士大将以上就可以当城主了 我们这几个人 那肯定是让老婆来啊 藏春院我们大老婆 伟淘士康的女儿 统帅又七十三 二老婆上一期已经当城主了 我们不能偏心啊 那就来吧 藏春院本来是在引马城 那过来以后 引马城能力就掉下去了 所以说我们再给这个提点长照 来安排一个副将 好的 就这个奸找钟九 这个奸找钟九 在我们郡府馆干活 现在已经是提拔成独情大将了 就可以封出去 帮这个提点长照再增加一点能力 然后主城郡府馆 就再找一个啊 就这个大九宝钟左 有一个特性 尽心尽力 可以提升聚落掌握的速度 然后其他几个城 我们现在人手比较缺 这城主能坚韧的 就先坚韧一下吧 这个范魏连龙 还有奶奶受贵妮 也来坚韧一下 我这刚集成里面六块地 有五块 现在都是奶奶在管 好的 我们出生的家臣就都回来了 这怎么 五名赖民试据 五名金川市真进入了郡府馆 这金川市真他不是一个人 这个其实还是翻译问题啊 应该是金川市真等五个人 好的 现在奥平真盛已经包围了安祥城 每天掉三十耐久 那再过一百天也就围下来了 但这个冰凉显然不够了 然后右下角显示 常伟警虎改名为上山正虎 而且是被证明为关东管领 这边是又出风文了 上山家的事情 就是关东管领继承事件 那结果就是刚才这两个结果 然后我们点否决 这意思就是不看剧情了 不是说你常伟警虎不准改名 不准当关东管领 这我们肯定管不了他 就是事件还是会发生 只是不细看了 包括这边还有一个 鬼失和临终 就失和一存要死了 这我们也不可能说你不准死 没这个本事啊 我们这局虽然开的是长寿 但是像这种剧情杀还是会发生的 那这个奥平真盛病长也不多了 我们就换一个吧 这个长小城 现在恢复点兵力 我们就老婆和藏春院 过来接着围城 到了四月份 这边说朝廷派来的使者到了 一定要见我们一面 这来了一个公家 说对近山市人所作所为 非常钦佩 要和我们和睦相处 然后换个话题 朝廷也是缺钱啊 强行转变话题 问我们要500块钱 那我们就给了 给了以后 还可以给朝廷增加一点信用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手下有家臣晋升了 这有四个家臣被提拔成了族青大将 那这几个人可以换下来了 把城里面其他的几个步兵头给换上 武田信虎 这我们老爷爷就先留着 就靠他帮我们拉属性了 只要提点市场 就可以去到爸爸那了 因为有一个城主契合度的家臣 可以帮他多提升一点属性 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开政策了 因为藏春院正在进攻安祥城 这每天还是掉三十耐久 再有两个多月就差不多了 那攻下孙平家以后啊 可能就是有不少人会投降我们 但这些人一上来 全都是最低身份的步兵头 那步兵头的话 就只能在我们主城干活了 我们这郡府馆 一共就这么几个坑 速度太慢了 还是要加快一下速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来一个政策啊 建立母一众 效果就是代官获得的功勋可以上升 而且每个月 这祖头还可以额外获得功勋 那就金山士真自己啊 是花43天来颁布一下政策 然后那些新武将 忠诚也要再压一下 那就可以金山甲名目录 这个是金山士真 他爷爷金山士亲 最早制定的一个法律 效果是全聚落掌握状态的郡 蛋糕上升 而且保守主义的武将 忠诚加一 那这一代也是主义有中道 中庸保守革新三种 那德川家的武将 还是有一些是保守主义的 所以我们就把奶奶授柜妮来吧 这是68天 剩下的政策 我们可以稍微再等一会儿 诶 这个 谁也信元 过来救松平元康啊 哇 他带了1000人 那我们赶紧再派点援军 我们奶奶授柜妮 在钢崎城赶紧过来支援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母一众 好的 他没打起来了 把水野信元打退了 然后继续在围城 每天掉42点 啊 大型台风过境了 哇 这千万不能吹到我们这儿啊 去北边 怎么还在这边绕了一下 这 这有没有吹到我们这儿 好像没有吹到 看了一下 应该是没有吹到我们金山家的领地 暗想城只剩168的耐久了 然后这边又来了一个挖角 怎么又是千宗义 目标的领主拥有特殊的本领 他是谁的人呢 啊 这个千宗义现在在松平家 那就松平家 我们马上打下来了 那就不花这个钱了 马上可以直接招详了 给此地人流来往繁杂 如果有个市场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啊 这边有一个新的任务 叫拓张市场 这个就是一个特殊的聚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可以看到啊 有渡郡这边是有两个高级聚落 一个就是大市场 一个是交易港 之前我们是已经把这五个市都给掌握了 那掌握以后啊 就可以解锁这种商业型的高级聚落 在大地上等一下啊 就会出事件 这个就是建设高阶聚落大市 那我们金山市真就过来建设一下 花68天就可以了 那这种高阶聚落啊 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 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领地里面 有交易港 金山厅 大农村 大市 还有木马场 这些都是要先掌握这个郡的 所有的相应的聚落 才可以出发 那这个分部呢 郡福馆底下 有五个高阶聚落 说明这个郡福馆啊 就非常的好 非常有发展潜力 我们奶奶攻下了 孙平家最后的一座安祥城 那现在孙平家已经灭亡了 这怎么显示 知田家和孙平家 还递接了12个月同盟 这同盟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捉拿到的敌将 那我们来处置一下 这个应该是有将近20个人啊 千宗一也在里面 忠诚之有三 那我们全部招降 宋平原康说 本家一统天下之路 已被断绝 今后将尊我们金山师真为主 为天下尽心尽力 有15个人投降了我们 但是高丽清长 说什么刚刚失去本家 现在心乱如麻 这不投降 这我们妹妹赖鸣鸡也不肯投降我们 那没办法 啊这先放了吧 看以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过来招降 那这些新来的武将就全都成了我们的步兵头 然后宋平原康是成了师大将 顺便也是完成了这个增强麾下的任务 让我们找28个武将 然后刚才我们一下子42个了 这肯定完成了 然后这几个提出建议的武将 又可以获得600公勋 那来看一下我们新投降的这些武将啊 千宗义对我们忠诚也是只有三 本家乃仇敌 与当家不相为谋 还有野心 这个千宗义一下子减了4点狼子野心 下面还有本多正进 石川树正 这几个人忠诚度也不是太高 八就是这一代忠诚最底线了 如果忠诚小于八的话 就会变成红色很有可能叛变 那这样子啊 我们把刚才那几个 就忠诚度比较低的 先任命成郡夫馆的代官 就让他们赶紧升光 再看一下德川家康啊 投降以后现在是我们的师大将 忠诚有十三 以身为一门重而自豪 因为他是我们的妹夫 但我们妹妹跑了 另一个忠诚乃武士之本 这个是他投降以后就天天对我们表忠心 说本来一元大人走了以后啊 万分悲痛 甚至想切腹随一元大人而去 但是无奈被属下 还有当地一个不法和尚所欺骗 当时我是大声呵斥 你这是大逆不道 但是最后被手下强行按到家主的位置上 现在是幡然悔悟 那我们也既往不咎啊 这人才难得 封你一块地吧 这一代里面跟创造不一样啊 没有犬居城 但是有一个犬居重 就在这里啊 在二宇城底下 之前跟我们出来打仗的天野警惯 就是犬居重的人 那还是把这块地封给你 诶 哦 猪瓜地有人了 我们现在换不了人 那 那赶紧来开政策呀 我们这个革新制度 第一集是开放城下方针指令 第二集就可以替换领主了 我们随便找个人啊 赶紧过来颁布政策 那宋平言康 给你换一个吧 人到这个尹马城 这边有个地方叫三方园 这个好地方啊 夫女做三方园的领主 以后好好干啊 家官进爵 指日可待 但咱们这个玩笑归玩笑 宋平言康以后 肯定还是要当城主的 因为这一代里面 城主有身份的限制 其实人手非常短缺 而且这个城主能力 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不可能将来 一直让这种范尾连龙 这帮人带兵啊 没这个能力 所以就还是看时机吧 等时机合适的时候 还是要让宋平言康当城主的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刚打下来这个安祥城 现在还是空的 我们也是要 在这面一个城主 那就招比奈太招了啊 也是我们金山家的老忠臣了 过来守一下 其实这个安祥城啊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离郡府馆太远了 上面就显示啊 是统治范围之外的城 那可以看一下 选这个知行就可以看到 这条红线 就是我们现在 以郡府馆为中心的统治范围 所以说这个安祥城 包括如果我们再向北向西的话 这些城都不在 我们的统治范围里面了 那我们将来 肯定是要搬家的 当然现在先不搬啊 因为一个是搬家特别花钱 第二个 我们也需要把郡府馆 好好建设一下 刚才看到了 郡府馆这个收入 弄好的话 还是非常高的 现在搬家的话 其实得不偿失啊 超出统治范围 一个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他的收入会大幅下降 比如说可以看一下 选金钱收入 我们其他的城 这正常都是100多的收入 然后安祥城一个月 给我们9块钱 还是有点吃亏 那我们这样子 我们可以新设一个军团 奶奶说贵妮 现在身份是家老 就可以当军团长了 然后把这个安祥城也给他 顺便我们还可以 再分给奶奶几个步兵头 那就这几个人啊 让奶奶帮我们练一下集 那分了军团以后 安祥城 还有这个钢琴城的收入 就等于说 到奶奶这个军团里面了 就不会浪费了 那很快 我们这个金川假名目录一级 已经成功颁布了 那金川师人就说啊 以金川之名禁止行使私人权利 然后到了七月份 我们又颁布了革新制度一级 那现在就来颁布第二级 这次是需要三个人 然后之前颁布的这个母一众政策 已经生效了 可以看到这些步兵头啊 就都有事情做了 以前没有这个政策的话 他只要没有领地 就没有功勋 但现在的话 就可以安排他们做杂事 做秘书 还有整理文书 搬东西什么的 每个月还可以获得一些功勋 到了八月份 是发生了川中岛核战 这个剧情我们都熟啊 就不看了 山本看著和武田信凡战死 我们就向武田信玄表示慰问 然后现在我们是已经在有度 建好了大事 而且是颁布了革新制度二 我们只要有一级的革新制度 就可以对这些城主来设定城下方针 让城主自己来建设城里的设施 但这样是需要消耗劳动力的 那我们现在每个月一千多的收入 这个还是比较充裕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来开一个政策 叫移交财良权 效果就是城下方针的设定 不消耗劳力 这朝廷又找我们要钱了 又是五百块钱 我们给了 那现在十月份我们就开发了一圈 军服馆的聚落 这个时候就来建设一下城下厅 可以看到这个城下厅是有九种建筑 那这些建筑的话是可以增加钱粮收入 增加士兵数量 增加兵粮上限 增加军粮携带天数 还有提升骑兵和铁炮等级 那这个到底怎么建 我自己的一个思路是把城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商业城 一种是军事城 但这个划分不是绝对的 其实就是一个程度问题 那最典型的商业城 就是全都造商人厅 增加商业赚钱就可以了 但看情况可以补一个灌溉水道 主要是为了防灾 比如说之前看到那个台风 防止那种台风毁坏 我们已经掌握了聚落 那离前线比较远的那种大后方的城市 就可以搞成这种纯商业城 但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城出兵的话 就要把商人厅换成厦门这几个建筑 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米航和自重站 米航是增加军粮上限 自重站是增加军粮携带天数 第一级可以加15天 那我们把自重站等级升上去 再配合政策还有战斗准备 也是可以比较轻松的 把这个军粮携带天数 可以增加到200天以上 那如果一路上再修好军粮裤的话 就军粮消耗减半 其实出去打个一年多 是没什么问题的 骑兵和铁炮就看情况 选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选马舅 那这个城里面就多放 有骑兵技能的武将 尽可能把他等级堆高 铸造场是比较特殊 它是要求城里面 必须有金山或者银山 我们巨服馆是有金山的 但是在山没造好 这一次就先造一个米航 把军粮上线先顶上去 这边是来了一个可以建设港口 又来了一个开垦农地 其实这个之前有点失误 因为这种高阶聚落 我们是不能主动造的 是要等这种一般的聚落掌握好以后 里面这些民众来提议 但是如果有几个高阶聚落 都符合要求的话 那先提谁后提谁也不好说 我们巨服馆的美岛里面是有金山的 其实应该是其他几个郡先不要掌握满 把这个金山先触发出来 金山造好以后就可以造铸造厂 这个收入会非常高 但是现在大家这基本上都满了 所以金山被挤到后面去了 那我们就只能先开垦农地 以后再说 到了一月份 我们有家臣园服了 这是陵墓重好 陵墓重实的儿子 勇武还不错 我们家中又添一名猛将 然后我们又有家臣晋升了 这么多人都成了族星大将 那就把他们封出去 封到哪儿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二老婆锦衣之虎这里 锦衣之虎有一个特性叫盛铭 效果是身为城主时 麾下武将的忠诚上升 那正好我们之前 这忠诚度比较低的几个人 这千宗义 还有石川树正 本多正信 都可以封出去啊 那封好以后再看这些人啊 这个忠诚就上去了 这之前只有八 现在有十了 因为觉得城主充满了魅力 包括之前这个武田信虎 我们老爷 之前忠诚只有九啊 还是太低了 也让他过来了 但这个魅力指的是人格魅力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啊 你比如说这个 玉神城的北条岗城 也是盛铭 然后手下这个射野太光 就觉得城主充满魅力 那北条岗城 这能天天在城里门 跟手下搞哲学吗 那肯定不是啊 然后千宗义这个忠诚 还是太低了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宝物可以买 有一个八品的有乐景户 一个茶具 买下来吧 好的 赏给千宗义以后 这个忠诚终于变黄了 千宗义这个特性非常好啊 有一个人脉 人脉就是可以进行远国登用 就是不一定在我们境内 在日本啊 任何地方的人 都有可能帮我们介绍过来 这说来还真来了 藏尘院说 听人在远国的一个知己说 有人想要试官 就是在青州城 这可能是哪个志田家的人吧 现在还在野 可以介绍过来 就是板仓盛众 在藏尘院手下 也有一个人脉 看一下吧 看能拉到谁 这个远国登用时间比较长 是需要三个月 这朝廷又来人了 这还是上次的公家 又说朝廷缺钱呢 要五百块钱 给你吧 提电长照说 认识一个在前线 才有用武之地的浪人 也要等用一下 这个位置在刚齐城 是不是本舵终顺要来了 来试一下 三好家 三好一行死了 发现本舵终胜大人 想在我们这儿试官 我们热烈欢迎 本舵终胜 现在十五岁 勇武九十八 统帅八十五 智力也有七十九 来吧 以后我们本舵终胜 就是金川诗珍大人的历任 好的我们金川四天王 再次全员就位 哎 前野长正 这不是太阁里面 我们金川诗珍的徒弟吗 大徒弟 现在也要加入我们了 现在十六岁 非常年轻有为 有缘 侍奉侍真大人 确实非常有缘分 金山终于来了 这边有农民说 金山还是由领主大人亲自治理 比较安稳 就是要受归国有 好 那我们就过来造一个金山厅 这个本舵终胜 刚来啊 来负责督造金山 到了七月份 又来了一个远国冬佑 看一下这个是谁啊 这个是在三木城 前宗一说 要利用他喝茶培养的人脉 帮我们介绍浪人 批准了 好的 这是我们的金山已经建好了 那金山建好以后 就可以在城里面 来建这个铸造厂 就等于说是自己来铸造金币 这个铸造厂非常划算 只要一千五百块钱 但是商业加五千 每个月收入五百五 这三个月不到就能回本了 哎 这朝廷怎么又来要钱了 这是听说我们俊府新开发的金山 想看城市怎么样 但是这次不白给啊 说可以授予官位 因为我们之前给过三次钱了 这天荒也是说了 只要我们投币 就可以任命为左兵卫大卫 锦衣致火又说听闻中村中资 好想要加入我们金川家 这个人智力和政务还不错 那你来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新的任务 是建设牧场 就可以在铺岩城下面啊 来建设一个高阶聚落木马场 建好以后 骑兵等级加三 这个可以的 又过了一个月啊 我们的铸造厂终于造好了 现在收入一个月是两千七百块钱 这个收入水平可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金钱收支 我们金川家遥遥领先啊 这每个月加上奶奶那个军团 可以有两千八百块钱 第二名这个三好夹只有一千九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领地开发已经是差不多了 我们就准备啊 继续西进来攻打枝田 为父亲大人报仇 这样的啊 我们首先还是把奶奶这个军团 给解散掉 那解散以后 之前这个军团收入 其实在奶奶手里面 解散以后就回来了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个军事实力跟枝田比 还是明显占优的啊 我们两万八千多 他们只有一万四千多 但是做视频嘛 我们稍微增加点乐趣啊 正好上一期也是有评论说 这个自己玩的时候嘛 打德川经常会遇到枝田的援军 不好打 这次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就是用金山家最开始那个阵容 来打枝田 这个就相当于啊 你看德川之前这些武将 待了一年以后 这重生多也上去了 不觉得我们时代的仇敌了 但还是不服啊 然后听说我们 现在要去打枝田了 底下也是暗流涌动 这宋平延康就跟特别家臣啊 私下串联 说这金山市人虽然打赢了我们 但那就是欺负我们人少啊 算不得英雄好汉 之前进场跟我可是发小 那能耐大啊 所以说这帮人就不是特别积极 就决定在后面啊 先吃便当 看情况再说 我们这次啊就只能用我们金山老人出战 那我们出兵核战 就是八支部队 从这边开始啊 正好八支 蒲原和新摩寺离我们太远了 就在家看家吧 我们就做一下人事调整 把金山这些老陈 就尽量都集中到这八个城里面 然后放给连龙这两个人 还是就当你的城主啊 别出来了 好的 我们加持已经调整完毕了 这次不用做什么战斗准备了 我们直接出兵就行了 首先是郡府城 我们先向安祥城集中 之前是把老爷叫回来了 可以帮我们稍微提点属性 然后顺带这几个我们都不带了 这都是后来才加入的 包括本多中圣 还有大徒弟前野长征 这都不带了 就带我们开局阵容 然后是挂穿城啊 这个城里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都可以上 二宇城是锦衣之亲 这个本多重刺时候来投降的 给他去掉 然后以马城的提点长照 德山家康在这里啊 那这个德山家康肯定就不上了啊 就说自从到了三方圆以后啊 可能是水土不服啊 这老拉肚子 所以说这次上不了场啊 把他去掉就行了 长小城的藏身苑 藏身苑这个城里面 这后面三个都是新来的 只有一个一单康直 是我们老陈 后面这板仓胜众 深淵康正 还有长板信正 这都不上了 然后吉田城 这锦衣直呼手下 也基本上都是新来的 刚才是给他掉了一个 这是岭木重石 那就你们两个来吧 我们家里面又有一个人圆福了 这是九井重中 刚集成的奶奶 这个手下没有问题啊 都可以上 安祥 招比奈太朝 这个人石川家成 这也是孙平家的 就是招比奈太朝自己来吧 三好家出剧情了 三好长庆死了 好的 现在我们部队都已经集中到安祥一带 我们金山市真啊 先带一半人 去压制明海东南方向的这个叫阿野 然后算下一半人啊 就在安祥这里接应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之前新疆出兵了 就是之前新疆自己 林秀珍 左嘴肩信胜 龙川依依 还有一个风虚鹤小六 这个是国人众 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明海城这边是 柴田凶家在守 那我们这个部队可以 先往后退一点 后面这几个国人众是过来围城的 他们是不参加核战的 好的好的 我们先等他这几个部队 先来聚集一下 足利一挥 这足利一挥要被三好家杀掉了 好 涌入之变 足利一挥死亡 足利一招 戏传藤笑 消声匿迹 好的 这个信长他们家也集中差不多了 那我们来继续到这个阿野 准备核战 好的 现在正好 对方是柴田凶家 先派了五千人过来 然后我们的先锋锦鱼之虎接触了 那我们金川石珍就在旁边 现在就可以来进行会战了 然后奶奶这些部队应该也都是可以加入的 来看一下 阿野之战 我方八支部队 一万五千八百人 敌方六支部队 一万五千五百人 那我们这个部队 基本上都是金川的原班人马 都是金川老陈 能力值是稍微低了一点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兵力还是稍微占一点点优势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阿野之战金川是真 对志田信长 那首先 来开始平定 这战好像又是晚上啊 然后锦鱼之虎说 双方的战力差不多 但是 敌方的柴田圣家 是一位以勇猛之名的武将 如果我们搞那种半调子的部队 很快就被他们击败了 那开局以后我们这些手下也都是自己先规划好的路线 那我们这就开战吧 好的上来先看一下我们我们这个局势 我方的部队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平均的配置 然后敌军这边 柴田圣家是对方的先锋 然后后面是风须贺小六 还有林秀珍 左锐间信盛 左路是龙川依依 然后信长在最后 那这个部队我感觉他们明显还是右路比较集中 然后 陈天圣家应该是会走这条路 但这条路 看地形是一个谷地 然后两边都有这种制高点 那我们首先奶奶 还有赖鸣士俊 首先占领这个制高点 这个制高点可以看到点上去以后 它会有一些红线 这个就说明是它的可以设计到的位置 那提点长照就 先到这里来吧 我们在这边等一下 彩天圣家 看能不能把它给勾引过来 然后 左路是锦衣之虎 锦衣之虎对面 龙川依依 我们兵力还是稍微有点少 那就 金川侍依依自己 上去支援一下 锦衣之虎先到这边吧 长春院就去占领 北边的这个制高点 最后我们右路锦衣之亲 和招比奈太朝 对面 尼秀珍这个稍微弱一点 我们往前走就行了 好的 正式开始战斗 对面 这个彩天圣家果然是过来了 然后我们先占领制高点 好的奶奶首先压制了右边的制高点 赖鸣师俊也压制了左边制高点 林秀珍跳过来了 我们锦衣直轻 绕一下后面 陈天圣家压制了要地 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从高地上 向他放剑了 这个灵秀珍过来会影响我们放剑 所以说 好 干脆要精神实陈过来支援一下 提点长照 一番枪首先立功 锦衣直轻赶紧过来夹击林秀珍 金川师俊也过来 金川师俊也过来 锦衣直轻 锦衣直轻 他的攻防有点高 我们往后退一点 好的 锦衣直轻 开始夹击林秀珍 金川师俊在这边顶一下 火提点长照换过来 锦衣直轻 先往后跑吧 锦衣直轻 藏红炎压制了这边的制高点 然后锦衣和小六 我们招禀在太朝 过来迎战一下 藏红炎压制完了以后 好 来断一下奴川一夜的后路 好的 现在我们正面是金川师俊 顶住了担天盛家 然后赖鸣施俊就在旁边射箭 然后右边我们三个部队围住了林秀珍 最右边的话 招禀在太朝正在和锦衣和小六交战 左边 龙山翊正在追锦衣直轻 咱们藏线离得有点远 上来把这个药地先打掉吧 诶 龙山翊想要来破坏撤退地点 但是 赶紧跟上来 柴田盛家发动战法 柴田冲锋 哇 一下打我们700多人 龙山翊想要去 哦 他去夹击 去夹击金山师真了 老婆赶紧过来支援一下 哦 我们对龙山翊放了一个混乱 陈天盛家还有最后300多人 哦 我们士兵累了 但是藏纯燕压制了对方的要力 那就来吧 再占领一个制高点 锦衣直轻也累了 哦 陈天盛家撤退了 那我们赶紧追啊 这个藏纯燕也来 把柴田盛家也堵住 风须鹤小六也撤退了 柴田盛家全军覆没 金山师真震展左左成正 那赶紧回来吧 这个龙山翊还有1000多人 长城燕还是 来 进攻制高点 哦 龙山翊也要跑了 我们来一个夹击 诶 信长好像动了 他回去防守大营去了 林秀珍也撤退了 林秀珍也撤退了 那招比赖太朝 过来把这个制高点占掉 然后长城燕 也把这个要力给占领了 龙山翊还有最后100人 哦 龙山翊也撤退了 龙山翊也撤退了 龙山翊也全军覆没 那我们全军来进攻中间这个要力 对方士气赢不多了 林秀珍全军覆没 好 这个时候武方已经占的绝对优势 家臣都说我们发起总共拿下对面这个车飞地点 好的 奶奶和锦衣之心现在这边休息一下 信长这是要过来 要过来打我们的制高点吗 我们已经占领了中间的要力 好 士气条又往右边走了一大格 那最后一点点 好的 我们招比赖太朝 压制了制高点 那现在 敌方士气条完全空了 对方无心念战全军撤退 我们这一仗就是优势获胜 打空了对面的士气 尖敌7500人 我方也损失6000人 好 那这一战里面我们金川试珍 就是击破一支部队 而且阵斩敌方大将足所成正 战功第一 瘦贵金我们奶奶战功第二 老婆藏城燕战功第三 那赢得阿野之战以后 我们就触发了威风的效果 这摘腾一龙在道野战城里面说 打败支腾家了嘛 做得好军山家 我就喜欢强者 然后有十一个郡 从支腾家投降过来了 与以摘腾家为首的三个势力 关系好转 一股重从蜀都上升 麾下武将忠诚 暂时上升 那打赢了阿野之战以后 浙贤家这边这些郡全都投降了 现在明海纳谷野就是两座孤城 那我们这全军压上吧 把明海城还有纳谷野再打下来 这些国人众也来吧 我们从这边包夹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外交关系啊 摘腾家显示和我们关系非常协调 对本家的权势干拜下风 还有六角和北田也是 还有武田家和北条家 那都是对本家的权势干拜下风 就是消息传出去啊 说足球小将战胜之前信长 那所以周边这些大名啊 对我们刮目相看 那松平原康还有之前他们那些家臣 也都出征吧 这个都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我方圣局一定 包括松平原康自己啊也出来吧 后来有传闻啊 说这个松平原康 就在城里面吃便当 突然得知金山市真大胜之间信长 就在这个时候啊 城下来了一堆士兵 在外面放了一阵铁炮 之后松平原康立马率兵出城 高喊敌在青州城 从此以后啊 松平原康对金山家是忠心耿耿 再也不提独立的事了 好的我们郡府馆最后六千多人也都带出来了 我们郡府以西已经是全军出动 有几个国人众 这也都出来吧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把明海城给围住了 金山市真就来率军攻城 这明海城里面拆天圣家 这攻防都已经变成零了 我们现在攻下明海城 一个月以后 我们又攻下了纳谷野城 志田家的风乌赖龙也投降了我们 那下一个目标就是志田家的居城 青州城 这个城里面有51个武将 拿下来以后说不定还能再招响几个 我们国人众已经在压制他们的郡了 压制好了以后 我们后面的主力就跟上 那现在我们已经包围了青州城 奶奶正在率军围城 刚才试了一下 如果我们强攻的话 这个损失会非常大 因为青州城里面可以看一下这个特性 对面有三级的反击 会增加强攻的时候 我们部队的损失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边围城就可以了 青州城现在有不到5000的耐久 然后我们每围一天大概能掉40多 这样算一下的话就一百多天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前面先围着 然后后面的部队粮食不多了 就在纳鬼野城里面 先吃自己城的军粮 等我们前面的部队军粮没有了 就撤起来 后面的部队在顶上 那这场围城战士 独独打了四个多月 现在青州城终于撑不住了 诶 这个时候 之前进场自己带着800人又冲出来了 但我们围城部队还有2000多人 那又接着来吧 松平炎康俊娘吃完了撤退了 然后唐春燕也撤退了 但是我们已经击破了这间信长 青州防御还有最后200多 好的 我们攻下支田主城青州城 进参加大获全胜 还捉拿到的敌将来招想一下 哇这么多人 诶 这毛利新柱 这不是我们的杀父仇人吗 来把它点下来 然后其他人 我们先来招想一下 哦 丹羽长袖投降了 呃 啊这女子情酒怎么也在支田甲 毛利新柱 我们杀父仇人 来斩首示众 那其他人就先放了吧 我们下次可以再次的招想一下 好的那这次出兵 我们就攻下了支田的三座城池 明海 纳谷野 还有主城青州 那大家就可以先回城了 其实这个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城 在郡府 这样的话啊 新供下来的这些城啊 都会超出我们的统治范围 我们就要考虑搬家的事了 那下一个搬家的据点呢 是暂定是银马城 就是后来的宾松城 这样的话 应该能把这些城池啊 先大进我们的直辖范围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继续金川家的复兴之路 好的 大家拜拜